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两人反应跟我想象的吗 完全相反 他没有唱 对 你要唱出来 你唱我就笑了 好 再来是阿鱼儿的留言 所以出来段的反正好 听到你们分享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害怕的东西 我来分享一下我住在台南的海边 但是从小到大不吃鱼 看到鱼也会有莫名的恐惧感 直到六年前遇到那个愿意让我尝试鱼料理的女生 她说现在她还是会对整尾的鱼有恐惧感 看到还是会尽量避开 每次跟她约会吃饭 也会稍微跟着她尝试吃点鱼料理 我们即将在8月19号迈向第六周年 希望有机会听到郝威一家的祝福 她说我们女友妈妈煮的鱼下包好好吃 哦呦 这是靠这个 美食来征服那个 不是爱情 爱情真奇 征服恐惧 不是 我的重点是她妈妈煮的鱼下包好好吃 你是什么猪吗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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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听说重点是不是 我她女朋友是什么桃海大辈吗 美菜鱿鱼 对 我就在想说 哇 果然是因为煮的太好吃 不 是爱情的力量好不好 好 祝你们就是 下一个阶段快乐